哈利利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利亚,各位大型节目,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一个多礼拜没有跟大家见面 已经有过几星期没有跟大家见面 因为在台湾神学院讲了几天的课 因为在台湾神学院讲了几天的课程 担任一些课程 也担任了一些课程 又到台湾的医间教会协助领恩部到会工作 直到昨天才到西环办圣餐 早上跟大家谈神的同在 这个题目很简单 并且我们也知道 但是要做到不容易 我们常常没有深入的去思考 要得到神的同在同工真的有时不容易 要得到神的同在同工有时实在不容易 如果我们没有认真的认识 如果我们没有认真的认识 你可能一直很难体会 尤其是在做圣工的方向 尤其是在做圣工的方向 我们主要的目标 我们主要的目标 就是要求神的同在同工为主 就是要求神的同工和同在为主 不然 要怎么样看到神教会的发展呢 就事业工作来讲 就事业工作来讲 你的目标就是赚钱 你的目标就是要赚钱 那凡是会赚钱的 好方法你会使用 凡是可以赚到钱的好方法 那你在做事业工作 那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赚钱 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赚钱 能够赚钱的那个方法就是你的保障 可以赚到钱的方法就是你的保障 但是我们在社会从事事业工作 但是我们在社会中从事事业工作 这个赚钱的方法有时候会变 这个赚钱的方法有时候会变 比如说市场结构的变化 比如说市场结构的改变 甚至商品销售的变化 或者商品销售的改变 消费者心里的变化 可能会影响你的事业的发展 都会影响到你事业的发展 那你就要考虑赚钱的方法 可能要有所提升 那你就要考虑到赚钱的方法 可能要有所提升 有可能要在这方面做一些会议或调整 或者你在这方面要讨论会议 那同样的我们做神的工作 同样的我们做神的工作 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你个人的想法 是不是你个人的想法 哪里你不做负责人 或者是不按例长职 你以前都不会 突然按例你就会 怎么可能 你以前不做负责人 或者突然之间被按纳掌路 你就会认识吗 不可能的 是没可能的 我们当传道人一样 我们做传道人一样 不可能说今天按例以前都不懂 按例以后开始就懂 不是这样的 你不是说过去我没有做负责人 那现在我做负责人 我就什么都懂 不是说过去我们没有做负责人 现在做负责人 就什么都懂 不是这样的 你圣经懂吗 你属灵经验够吗 属灵经验够不够 神给你的权柄恩是够吗 神给你的权柄恩是够吗 这些都是过程 这些都是过程 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 会随着你在神面前的一种成长的经验 会随着你在神面前的增长 会随着你对道理的一种追求的认识 随着你对道理的追求认识 你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见证 你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见证 就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 就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 你受识前 你受识之前 了解得很有限 受识以后 受识之后 当天受识就马上知道 这不是不容易 那天受识就会明白不容易 你还是要认真努力学 但是不管每一个人的程度怎么样 但无论哪个人的程度是怎样 那一个原则 就是你要追求神同工 就是你要追求神的同工 神的同在 真的当你体会到不同的圣工的内涵的时候 当你体验到不同圣工的内容的时候 你就会有不同的经验 你就会有不同的程度 也都有不同的程度 但是每一次的体验都表明了一种神的同在 但每一次的表现都表现了神的同在 比如说 我们没有做过总统 我们没有做过总统 那我们很容易去批评 而他做得好做得不好 他做得好做得不好 你没有站在那个位置 你不了解那种困难 你不是坐在那个位置 你明白他的困难 你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有很多很多的重担 你没有坐过那个位置 你真的不知道 那同样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时候我们要为更多的圣工人员代表 我们要为更多的圣工人员代表 安慰鼓励的话要多一点 安慰鼓励的话多一点 因为你没有站在那个位置 你不知道那个辛苦 那大家一样在上班 他还要负担教会的工作 所以他要奉献时间 付出体力 然后要劳苦劳心 当我们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不简单 你在公司里面如果做主管 你面对那个懒惰的那些职员很简单 你面对懒惰的职员很简单 谈论以后 他不改变 让他走路 或者扣他薪水 或者警告他 都很容易 但是在教会不是 你懒惰机会 你可以跟他说 你就不要来了 他懒惰罪会 可不可以跟他说 你要下地狱了 你落地狱了 可以这样处理吗 可不可以这样处理呢 不能的 那就要付出更多的爱心 更多的代道 那人要等他长大 那这个过程不容易 这个过程 等到你的祷告被主随听了 等到你的努力 得到主的验证了 这个很改变 你就看到神同在 不是用外在的条件来量 不是用外作的条件 有时候你可能要花很多的圣工资金 有时候你要花很多的圣工资金 才拯救到那么一条灵魂 才会拯救到一条灵魂 所以你用钱来量圣工 那是很不明智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用钱来量圣工的话 就是人明明智的做法 谁说神的果用这些财富来量 不是的 你就算花很多钱 救到几条生命灵魂 得救也是值得的 你就算花很多钱 救到一条灵魂 但很多圣工资金 互相影响的 但是目标是什么 神同在 如果神不同在 你再多的计划 你再多的说法 再多的说法 都是没有用 因为神不看这些东西 所以神要怎么同工同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很重要的学习 很重要的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 初埃及记 我们来看一下初埃及记 初埃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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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第四章 初埃及记第四章 第四章 我们来看第二章 第二章 我们来看第二章 第二章 四章的第二章 初埃及记第四章 第二章 第二章 耶路说 对摩西说 你手里是什么 他说是帐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 神问摩西说 你手里拿什么 神问摩西说 你手里拿什么 他说我手里拿的是一根帐 他说我手里拿着一根帐 这根帐是牧羊帐 一根帐是牧羊帐 是普通的帐 不是普通的帐 是普通的帐 我们再来看十几节 我们请看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你手里要拿这帐 好行神迹 这里讲的帐 是讲二节的那个普通的帐 牧羊的帐 但是在这里神吩咐摩西说 你拿这一根帐 来行神迹 只有这一根帐 普通的帐 牧羊的帐 牧羊的帐 牧羊切用这根帐 行了多少神迹 牧羊羊的帐 牧羊的帐 牧羊帐 牧羊帐 但是现在神吩咐了 你就用手里拿的这根帐 来行神迹 你就用手里拿的这根帐 来行神迹 所以这个普通的帐 神的帐 成为神的帐 这表明什么 神的同在 如果我们是那根帐 如果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帐 是一根普通的帐 随时可以丢弃的帐 但是神要与我们同在 你这个人就是神的帐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里根本没有讲说 你用什么物质条件 来表明你才能成为神的什么 所以要得到神的同工 你首先心里要成长 那你首先要有很多的学习训练 祷告也好 圣经知识也好 尤其要下功夫 你不下功夫 你讲的都是你的想法 与人的经验 你在社会上的一些了解 我们是需要 但是他不是绝对的一个条件 神要用人 就像这一根普通的帐 他如果要用这一根帐 这一根帐就是神的帐 他要用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神的人 他就透过他来显明神的旨意 透过他来显明神的权柄能力 我们的认识是什么 就是要成为神手中的正 成为神手中的公 成为神手中的那个人 才会看到神的同在 神的同工 所以这一点 必须要做这样的了解 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旧约圣经里面 以色拉先知带领众人回来 建造圣殿 在以色拉记的七章八章里面 在以色拉记的七章八章里面 连续用六个经文 来他这样做见证所 那是神的恩手帮助我 我们今天不管怎么做 就算你很努力没有错 但是你最后要懂得 要像以色拉先知一样 那是神的恩手帮助我 我们不要抢了神的头衔 不要抢了神的功了 好像变成到后来 没有你不行 我们没有这么伟大 我们只能说多多的付出 参与 看到神的同工 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自益自大 所以这个团体没有我不行 当你往往这样想的时候 不但神不同工 再来 你可能会失去了这个 这个荣耀的恩典 圣经里面记载 很多都这样想法的都离开了主 很多人有这样想法都会离开了主 到后来被神称华 所以我们要懂得 努力是本分 但是到后来 我们要像以色拉先知一样 做见证所 是神的恩手帮助我 尼希米记要带众人回到耶路撒冷城 建造城墙 他也是这样做见证 神的恩手帮助我 这个记者在尼希米记第二章有两个经文 这个记者在尼希米记第二章有两个经文 神要同工的人 神要用的人 都有这种观念 不但有 确实也能够这样做 也都能 确实有这样的见证 使徒保罗 他也有深深的体验 使徒保罗也有深深的体验 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十五章的第十节 十节 第十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十节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梦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 不是图然的 我比众是图格外劳苦 这缘不是我 但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在第十节里面 在第十节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这样做见证 他连续提到是神的恩来造就他 他连续提到是神的恩造就他 他表明了一种神 与他同在的一种见证 他表明了神与他同在的见证 在第九节那里讲 他说我原来不配称为使徒 他说他原来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他过去没有信主 是逼迫教会 他信主以后才被捡选成为神的仆人 他真的做仆人 他真的做仆人 所以他得到了神的权柄能力 所以他得到神的权柄能力 恩书 因此 能够信望主的福音 能够兴望主的福音 这真的不容易 你有心学慢慢慢慢的才会去得到 不然很困难 有时候站在那个位置 反而很空虚 有时候站在那个位置 反而会很空虚 因为看不到神与你同在 因为你看不到神与你同在 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以为神同在就是让我很会赚钱 其实这句话不是这么绝对 你看那个拜偶像人 你看那个没有信主的 做官的人 很多都是无神论者 难道他们不赚钱吗 他们没有得到社会地位吗 因为我们得到更多 所以不一定神同在就是要谈赚钱 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神的同在 神在乎着什么 这个才是一个原者 要在乎你的信仰 在乎你那一颗正确的心 在乎你那一颗正确的心 在乎你那怎么去共众主 在乎你你的生命灵魂得救 这怎么表明神的同在 让神的教会发展 所以要搞清楚 不要用自己社会世界的观念来看 当然生活我们需要 那你如果认真做又有神的道理 你的生活也很好过 会突破困难 那你缺少的神会帮助 这也表明了神的同在 但是不是像一般世人所讲的那种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保床里面这样讲 他讲到世上的财宝和真正的财宝 这个就是一个分别 主耶稣讲得很清楚 那保罗在这里表明 他不管怎么做 他能够得到很大的权柄能力恩赐 能够带领很多人信主 建立更多的教会 这个是表明神同在的见证 他也用这样来成为一个在主面前的一种跨口 他是很努力的人 非常有责任感 他甚至说我如果不传音福音我有祸了 如果我不传福音我有祸了 如果我不甘心得意做我也有祸了 如果我不甘心乐意做我也有祸了 但是他把这一切所有的努力成果都归在一句话 他将所有的成果努力都归在一句话 那是神与我同在 今天如果我们的信仰的历程能够有这样的坚定 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历程可以这样坚定 你的信心就很稳了 你的道理就很实在 我不是这样飘来飘去的 并不是飘来飘去 做事很不成熟 那圣经里面特别谈到神的同在的时候 在新旧约里面 他通常用一句话来做这样的表明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 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宣告了这样的信息 这个信息关乎我们全人类 这个信息关乎我们全人类 甚至跟我们独救有直接关系 甚至乎跟我们得救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在主降生前的七百多年前的事 这是在主降生前七百多年前的事 那这里讲 主要给我们世人一个兆头 我主要给我们世人一个兆头 我们中文翻作兆头 中文翻成兆头 其实言文就是记号的意思 原文就是记号的意思 那讲到这个 新约在使用这个字的时候 在新约用这个字的时候 马可福音翻作神迹 马可福音翻成神迹 约翰福音翻作记号 但是我们中文都讲神迹 但言文是用这两个字来代表这个字 那这里讲说要透过童女圣灵怀孕生她 又讲到要透过童女怀孕生灵怀孕生她 新约就是讲那个童女玛利亚 新约就是说童女玛利亚 叫她起名叫以玛内利 叫起名成以玛内利 在希伯来文言文字意 也是讲说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以玛内利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 亦都是神与我们同在 这个就是神一再跟他的选民交导的一句话 当吩咐摩西要立会幕的时候 叫摩西要立会幕的时候 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 这个就是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的意思 这个就是要与他的百姓同在 旧约后这句 在旧约里面就用以玛内利表彰神的同在 所以旧约就用以玛内利表彰神的同在 就带进到我们这个世人来了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第一章 马太福音第一章 马太福音第一章 第二章 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二十到二十三节 正思念者是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然说 大卫的子孙若失 不要怕自观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人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申一个儿子 是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女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同女怀人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玛内利 以玛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主耶稣到神肉身 藉着同女玛利亚圣灵怀胎 藉着同女玛利亚圣灵怀胎 一定要加一个圣灵怀胎 一定要加圣灵 因为这是从圣灵里生的 不是从人的情欲肉体关系生的 不是从人的情欲体关系生的 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那耶稣的到来 也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 也都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 要表彰了他的到来就是以玛内利的工作 同样的在新约也出现这一句 同样在新约也出现了这句 所以神亲自与我们同在 所以神亲自与我们同在 这个就是神同在的一个显现 这个就是神同在的显示 在新旧约里面 就用这句话 表明应许的话 真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了 表明这个应许的说话 在主耶稣身上实现了 然后带到我们中间 所以神会与他的儿女同在 那为什么常常感觉不同在 那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隔绝了神与我们同在的事情 或者想法 或者行为动作 我们要做这一方面的认识 我们要做这一方面的认识 那不但绝书表彰这样的以玛内利的见证 他连做事情也都会强调这个观念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三章 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的第三章 马可福音的第三章 第三章的十四节 第三章第十四节 到十五节 到第十五节 那这里我们看到 主耶稣选招门徒的三个意义 就见到主耶稣选择门徒的三个意义 第一个要门徒们常看自己同在 第一个要门徒经常跟他自己同在 第二个是要猜他们传福音 第二个是要猜他们传福音 第三个是要赐他们权柄 所以第一个这个目的的意义 所以这个目的的意义 所以要门徒们跟他同在 是要门徒和他同在 过一个与他同在的生活 所以他不单单带了这个 以玛内利的见证来 所以他不单单带了以玛内利的见证来 令他在选招使徒门徒的用意 表彰要过一个与他同在的生活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们稍微欺骗了主 离开了主 或是有过犯 神怎么跟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想到 赶紧把这样的事情 给做一个悔改改正 然后赶紧归向他 然后赶紧归向他 再重新出发 求主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少了这个工作 因为你少了这个工作 你真的没办法做什么 你没办法做了些什么 很困难的 会很困难 有一个负责人 有一个负责人 他拿了不义之财 他拿了不义之财 也不过薪台币两千块 也都是只不过薪台币两千块 那一天晚上 在那晚 他就做了一个梦 他就发了一个梦 他很少做梦 梦了非常害怕 梦了之后就很害怕 所以他来到教会面前 他说他来到教会面前 结果 一准备拿圣经 准备拿圣经 他发现他一只手是黑色 他发现他一只手是黑色的 而且那只黑色 他感觉一看就是魔鬼的手 而且那只黑色的手一看 就知道是魔鬼的手 这只是肉色 另一只是肉手 他好害怕 他好害怕 尤其在教会的面前 尤其是在教会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因为摸圣经的时候 你要摸到圣经的时候 他就啪 没有办法形容 而那个天灾地变都害怕 比天灾地变更加害怕 因为他感受到 那个跟生命灵魂有关 因为他感受到 那个跟生命灵魂有关 但这只手 一拿到不义之材 就开始变弃 所以他的手 拿到不义之材 就立刻起来打架 立刻就起身祷告 哎呀 这不是神同在的一只手 这个不是神同在的一只手 他要悔改 如果那个人要拜托这个大乡做不义的事 所以就给他居马费两千元 用右手拿拆一口袋 用右手拆一口袋 所以右手整天手都黑色 这不是神同在的现象 这个就是神同在的现象 他悔了以后 他会悔悼 他会悔悼 他悔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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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内心非常严敌 感觉非常有力 讨压起来很不错 他在想到的事也有力 所以他说到你想想他 所以他能做不到 你都做不到 你的手不干净 你的内心不干净 你的行为不干净 你奉主的名讲到都怕怕 你奉主的名讲到都是怕的 你做不到 因为你做不到 你要勉励人 你要勉励人 结果你做不到 你要讲 你要分享神的话 你要分享神的话 你心里害怕 你心里会害怕 不实在 那种感觉怪怪的 那种感觉是怪怪的 真的 那个开始神要不与你同在 开始神要不与你同在 因为你让一些事情 令到你和神之间有距离 所以这个要用心去 体会追求的 所以神同在 不是看你的学历 不是看你的财富 不是这样的 所以神的同在 不是看你的学历 财富 所以我们始终强调这个观念 神同在 不在乎你年龄大小 也不在乎你年龄大小 也不在乎你身份 也不在乎你身份 但是你的用心 你的实在 你的追求 你的努力 你真的得到神的喜欢 神会与你同在 神就会与你同在 你的见证力量很强 你的见证力量很强 你的生活 你会觉得 真的是 可以跟住同工的 生活 你就会觉得可以从主同工的 不然你真的害怕 如果不是你真的害怕 所以有时候想想看 所以有时候想想看 我们这双手在做什么事 我们这一对手 做什么事呢 违背圣经的事就不要做了 违背圣经的事就不要做了 赌博也不好啊 赌斥也不好啊 不要来积月回家赌博啊 赌斥也不好啊 赌斥也不好啊 更何况其他事也一样 其他事也一样 所以想到这里就要留意啊 所以说到这一道 我们要留意 我们有很多的圣子人员 都有非常正确的观念 都有很正确的观念 神不同功 心里就很难受 不用别人讲 中间努力的过程 不必谈 每一个人知道 都会去追求努力做 最后神不同功 内心很难受 自己就会检讨 自己就会检讨 花时间祷告 花时间祷告 读经 看看 为什麽会这样 看下为什麽会这样 这个很重要 你这种人才能够常常被神同工 这种人才能够经常被神同工 你真的是马马虎虎 无所谓 那你的投入是很有限 根本不是进到主的里面 你不是进到圣灵里面 你不是进到圣灵里面 更不是进到神的大能里面 你不是进入神的大能里面 因为你根本不懂 或者你根本没有心追求 你不在乎神的同工 你不在乎神的同工 凡是神同工的人都很在乎这些 凡是神同工的人都很在乎这些 主耶稣拣选门徒有这样的做法 要他们跟他过一个同在的生活 那后来主耶稣死后 復活生天 他的门徒也很在乎这一件 他们的门徒也很在乎这一件 并且当作一种教会的组织的其中一个原则 我们来看使徒神传 我们称低使徒神传第二章 使徒神传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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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这里门徒们这样说 这里门徒他们这样说 绝书在我们中间始终出路的时候 这里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中间 再看二十二节 然后下半段 因为当时犹大失去使徒之分 因为当时犹大失去使徒之分 然后要补一个 后来选到马迪亚做使徒 后来要补一个 选了马提亚做 但是他们在补选的一个 教会里面的组织原则 在这里可以看到 但他们补选教会的原则在这里可以看到 再来我们看二十二节下半段 他必须从那常以我们作伴的人中间来选 必须从我们经常作伴的人当中去选 然后又怎么样呢 那个人要以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 决书选择门徒的目的 这三个条件其中一个 在这里教会就成为 他组织伦理上面的一个重要原则 再来门徒们在执行在教会的发展圣工的时候 另外使徒在执行教会发展圣工的 把神的同在的这个见证 就成为教会的一个很好的原则之一 将神的同在就成为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做任何事情都以这个为原则 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以这个做原则 教会才会信任何事情才会顺利 如果心不一样 现在有大声工作 那职务会不同心 即使会不同心 有的乱跑 那怎么样发展 神怎么同在 那职务会同心 弟兄姐妹也同心 每一个家庭同心 自然圣工就发展 神就同在 教会就有美好的见证 这个就是神同在的一种表彰见证 我们再来要谈的 那到底神同在的表现有哪些 神同在的表现有哪些呢 我们已经讲到他的精神跟他的主着了 现在就要讲神同在的表现有哪些呢 现在就要讲到神同在的表现有哪些呢 我请过来看《歌人多前书》第15章 15章第10节 15章第10节 《歌人多前书》第15章第10节 第10节刚才我们读过 《歌人多前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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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人多前 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见证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祂怎么样引导我们 怎么样拯救我们 怎么样帮助我们 怎么样医治我们 这些大大小小的就是神的恩典 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我们要常常理说 不要一直停留在过去 为什么过去常常理说 现在为什么比较没有 你要想一想 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有一个疏失 过去我很会祷告 过去我认真聚会 过去我还会读经 过去我还会传回音 那都是过去 那现在到底什么是阻碍 要想一想 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回想 那主丰盛的恩典 又再一次的与我们同在 主丰盛的恩典 都再一次与我们同在 你一直到以后也是这样追求 你以后也是这样丰盛的恩典 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主的恩典 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主的恩典 我们来看格林多前书 我们请看《格林多前书》第二章 《格林多前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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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节》第十二节 《十二节》保罗说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哦 保罗说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那是从神来的灵哦 那是从神而来的灵 我们能够有领略道理 领略圣功 能够有美好的见证 这里说是主开恩典 叫我们能够有 叫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用意 叫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用意 这个主的恩典开启 所以主的恩典开启 在《十二节》《十四章》里面 在《十四节》二十七节 保罗也这样做战争 保罗也这样做见证 他能够传福音 能够有在特罗亚的那个异象使命 他有特罗亚那个异象使命 就是马其顿人要求在异象中 叫保罗去那边传福音 就是马其顿人在异象中叫保罗去传福音 保罗就往那边去 保罗就去那边 那个地方是保罗在欧洲 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 叫菲利比教会 那个地方就是保罗在欧洲 第一间建立的教会 所以他怎么做见证 他说乃是神开启信道的门 是神开启信道的门 主耶稣打开人相信道理的门 是主耶稣打开人相信道理的门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木道者谈话 他能够听到我们讲的 而我们也能够讲明白 他愿意继续木道 甚至领受主的圣灵 甚至乎领受主的圣灵 领受道理后来受洗 我们要告诉自己 这是主打开相信福音的门 打开相信福音的道路门 不是我这个人多厉害 并问我这个人有多厉害 我们要这样来见证 我们要这样来见证 所以这个表明是一种主恩典的同在 所以这个是表明主恩典的同在 第二个我们看到神的同在的表现是什么呢 第二个我们看到主同在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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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哥林多教会指证他们的问题错误的时候 后来听到他们改变了 在写哥林多后书表示安慰鼓励他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其中一句话 原来是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我们看到这个人有神同在 第二个表现就是主爱的激励 第二个就是主爱的激励 不可能一个冷淡的人 我们说他主爱的激励 我们不可以说一个冷淡的人主同在 一定是一个热心的人 一定是一个热心的人 他的信仰是很真实的 我们在他身上就看到主爱的激励的见证 我们在他身上就看到主爱激励的激励 不跟人家计较时间 做圣工也不计较分量 做圣工也不计较分量 不计较这个 看起来好像在社会上是比较损失的一些机会 他明明可以赚多少钱 但是他愿意把时间奉献到教会来 看起来在社会上他有点亏损 看起来好像在社会上是比较亏损 但是在神面前不是的 但是在神面前他人 这种人如果很多 教会就信望了 因为很多人关心 因为很多人关心 不过他的背后就是主爱在激励他 但是他的背后就是主爱激励他 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见证 都见到很多这方面的见证 这一次去台湾协助一间教会的 领悟部导会的圣工的时候 今次去台湾协助一间教会 所以地方首长下来就是他第二大 所以地方首长下去的第二个就是他 能够在政府的单位里面这个位置不低 在政府的单位里面这个位置不低 他又是大学毕业 他也是大学毕业 然后在政治社会上 这个人脉的手腕很强 在政治手腕上面 他的手腕很强 但是他来到教会真的很谦卑 我第一天不到会在台上就看到他的认证 他特别找一个可以听得比较清楚的位置 他特别找一个可以听得清楚的位置 不是找一个可以比较能躲避的位置 不是找一个可以躲避的位置 这个用心就不一样 这个用心就不一样 而且他是社会的官员 而且他是社会的官员 刚刚退休 他刚刚退休 他65岁了 但他很认真 但他很认真 他没有接触过什么教会 他没有接触过什么教会 但是他一听到你 但他听到你 他就拿一张纸一支笔在做笔记 他就拿一张纸笔做笔记 很认真 很认真 经文都没有放过 经文都没有放过 很认真听 很认真 第二天晚上他也来了 第二晚他也来了 所以我想特别跟他谈谈话 所以我特别想想要跟他谈谈谈 我就跟他谈了以后 才发现这个人有深度 有内涵 有些人虽然读多书 但是没有内涵 有些人虽然读多书 但没有内涵 个性好像小孩子 感觉跟他的学历没有相争 感觉到跟他的学历没有相争 你的内涵 你的程度对谈就知道 你的内涵 你的深度 包括你社会经验工作 包括你的社会经验工作 你对谈就知道 就可以知道你的工作是 真的是领导群众 还是在那个国家社会 被肯定的一个职业 那个你一谈就知道 一谈就知道 究竟你的工作 是不是领导群 还是在社会里面有地位工作 那是骗不了的 那是变不了的 所以难怪 他可以为众人社会服务 所以难怪 可以为众人社会服务 又谦卑 他有谦卑 真的很谦卑 真的很谦卑 我们多少人 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 身份的时候 相当不谦卑 我们有多少人 有这种身份的时候 可以谦卑呢 赚了一点钱 赚了一点钱 只不过比过去 跟你好一点 只不过比过去的你好一点 有一个程度就会有风 没有风度 说话就会没有风度 比你有钱的多少 比你有学历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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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比你好的多少 但是千卑的还是很多 但谦卑的也有很多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有的人 他常常认为 回答不知道 不代表他没有深度 只是不想理你而已 有的人 回答你的时候 说不知道 其实不是说他不知道 不想再续续跟你谈而已 或者他不想跟你说异议 所以 不要常常用自己的观点 去判断别人 所以不要经常用自己的观点 去判断别人 你只要发现他在某个位置 做得比较强 一定有他的经验 你只要发现他在某个位置 做得比较久 他可以面对不同环境的人 一定有他特殊的一个学习 一定有他特殊的一种学习 那个跟一人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跟一人公司是不同的 那个管理都不同的 管理都不同 甚至 个人经验不能代表整体社会的一个经验 甚至乎个人经验 不可以代表社会的经验 那礼拜六上下午 一直到晚上步道会也是参加 那礼拜六之后 早下午都夜 哎呀 我真的就有点受不了了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来来来来 到传道航我们喝个茶一下 过来传道航我们喝杯茶 因为我发现他的用心 因为我们发现到他的用心 很难得 很难得 有这样的条件 有这样的条件 却谦卑 却用心 却用心 我想要知道他的想法是怎样 我想要知道他的想法是怎样 所以叫他来泡茶 所以叫他来喝茶 所以叫他来喝茶 特别帮他泡给他喝 就泡给他喝 你邀请人家你泡茶 这是一种礼貌 邀请人家来泡茶 这是一种礼貌 有时候人际关系不懂 你都是喝人家泡的 有时候人际关系不懂 你都是喝人家泡给你的 所以你怎么去服事 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去服事 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去服事 你没有那份心 你没有这种心 这是一种学习 这是一种学习 所以你泡到后来 很多人目到着 就这样受洗 就变成福音茶 所以后来你冲到后来 就有些人来受洗 就变成福音茶 台湾经常是这样 尤其在泡就讲见证 尤其在泡茶的时候 就讲道理 泡茶不是说人是非 或吵架 这样的美食 冲茶不是说人是非 挨家 那是没意思的 那我问他 我问他 因为他退休以后 他经营一个很大的服务事业 因为他退休之后 经营一个很大的服务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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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外邦人在周末 礼拜六礼拜天 都要忙生日 一般的俄伯人在周末 礼拜六礼拜天 他没有 但是他没有 他怎么回答 他怎么回答 他说我听到圣经神的话 他说我听到圣经神的话 我想要了解 我想要了解 我被吸引住了 我被吸引着了 他说 那个生意一两天 就算关门没有赚钱 也没关系 我赚钱不及 赚钱不及 我真的吓一跳 我真的是吓一跳 我外邦人 才刚刚来目当 他的信仰就已定住了 他的信仰就已经定住了 我们有时候 有些信徒信了几十年 都还很难 我们这个信徒信了几十年 还很难 少赚一百块 他宁愿不智慧 赚一百块 赚少一百块 宁愿不智慧 他赚一百块 为什么没有 真定强烈的信仰观念 为什么没有坚定强烈的信仰观念 感谢主 那一天 他就得到圣灵 那一天 他就得到圣灵 泡沼完 下一个智慧 他就得到圣灵 洗完茶之后 下一个罪 连我们都受感动 信仰的观念正确 信仰观念正确 他经过社会大哄大乱的了 他经过社会大哄大乱 懂得怎么去断识 就懂得怎么去判断 我看到他的回答 就想到那个白夫长 对那个白夫长 对主耶稣说话 我听到他的回答 走自白夫长 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 我孩子算到死了 我孩子虽然死了 一定会好 一定会复活 一句话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军中做白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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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下去 底下去就这么做 他的命令可以决定人的生死 他的命令可以决定人的生死 同样的 你既然是耶稣基督 你既然是救主 你只要讲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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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到我家 我的孩子就会活 我的孩子就会复活了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 这个人比我的感觉也是一样 才听到你几次 才听到你几次 我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也不认识我 他只有来 神动功 但是他的信仰很清楚 但是他的信仰很清楚 所以结束离开的时候 所以结束离开的时候 特别跟他这样讲 希望下一次再来到这里 你已经受死了 希望下一次再来这里的时候 你已经受死了 他说我会努力 你帮我祷告 你帮我祷告 讲话很清卑 听得很实在 听得很实在 如果就拍胸部 没有问题 我看下一次我来 还是没帮我跟他受死 如果拍胸婆 没问题 他说我会努力 他说他会努力 你帮我祷告 你帮我祷告 其实人真的要用心 的人真的用心 你却会发现 很多时候 主的爱激励我们 才认真有信心 要努力做好 很多时候是主的爱 激励我们才会认真 做好事情 我们这样做 总有一个动力存在 我们这样做 总有一个动力存在 是你的情欲 还是主的爱 是你的自义 还是主的爱 你的情欲 还是主的爱 是你的情欲 还是主的爱 这个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那个过程不同 结果也不同 结果也不一样 我们看到保罗 他就是这样的见证 我们看到保罗 就是这样的见证 第三 神同在的表现是什么 神同在的表现是什么 有主的真理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 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 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在这里 主耶稣说 在二十一节 主耶稣说 神真理的必来就光 神真理的必来就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所以这里讲了 所以要说什么呢 一个神同在的人 一个神同在的人 就是靠神而行 但是这里说就是行真理 所以简单说就是有主的真理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有主的真理 有主同在的一个见证 就是有主同在的见证 十四章的第六节 十四章的第六节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所以很简单说 就是有耶稣在你心里 就是有主耶稣在你心里 你有主的真理来生活 你有主的真理来生活 我们生活的内容很多 我们生活的内容很多 包括你的感情生活 包括你的感情生活 信仰生活 信心生活 还有其他种种的生活 还有其他种种的生活 吃的生活 吃的生活 用的生活 用的生活 娱乐的生活 娱乐的生活 住的生活 住的生活 行的生活 行的生活 但是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一定要有主的真理 你有主的真理在 有些人愉乐愉乐快乐快乐 高兴 这个就犯罪 有些人愉乐愉乐 很开心 就犯罪了 这个就没有主的真理在里面 这个就没有主的真理在里面 所以有主的真理很重要 是有主的真理很重要 最后会表明神大能的名正跟你同在 最后会表明神的大能跟你同在 所以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观念 所以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观念 影响到我们内心世界 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的动作 影响到我们的行动的动作 一定要有主的真理 一定要有主的真理 你判断事情 一定要想主的话 因为最后的结果会显明主的同在的见证 因为最后的结果会显明神同在的见证 在《奇斯律》十九章 开开示录的节到六节 一节到六节 那里使徒耶翰看到天上的异象 那时候使徒一看见到天上的印象 看到二十四位长老 听到二十四位长老 还有众多人一起唱哈利路亚诵 第一节哈利路亚 第二节也讲 最后的第六节也讲 最后大陆记得多了 当然中间有讲 中间有讲 哈利路亚诵 神同在的人 他听听过一个哈利路亚诵的生活 我们也过哈利路亚诵的生活 就是赞美主的生活 就是赞美主的生活 就是感谢主的生活 我们就是主的生活 我们都需要神同在的生活 天天能不能唱出哈利路亚诵 每天都能唱出哈利路亚诵 有的人真的很习惯 有的人很习惯 讲哈利路亚 说哈利路亚 这是很好 我们很好 但是要讲得对 大家觉得刚刚不能做错事的时候 还在那边哈利路亚 你不要做错事 哈利路亚 我曾经就碰过一个信徒 我曾经碰过一个信徒 喝醉酒 喝醉酒 在路上碰到 在路上的听到 看到传道 一般人会躲起来 因为被看到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被人认识 很不好意思 结果他直接到我的面前 看到我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不回哈利路亚 赞美主的话 但是你现在是这样 哈利路亚吗 我只回答说你好 我只回答说你好 你赞美神 你要表明神同在 哈利路亚诵 那你就要过一个真的神同在的生活 其实要过一个真正神同在的生活 你不要刚刚跟先生吵架 你刚刚跟先生吵架 如果看到传道来 看到传道来 妈妈传道 妈妈传道过来 传道 哈利路亚 这样不太好 那边拿得很厉害 那边就说哈利路亚 前面就来 不是哈利路亚诵 那这个就不是哈利路亚诵 今天我们要实在 我们需要主的同在 我们需要主的同在 主的见证 主的帮助 主的见证 主的帮助 所以我们要过一个 听不听过一个哈利路亚诵的生命 每天过哈利路亚诵的生命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133首 唱诗133首